可以看到呢 遠景來到一處鐵皮屋 一陣突襲 沒想到屋內擺桌 正在進行非法拒賭 所有人都被逮個措手不及 帶一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 那是可以聽到呢 真的是很誇張 都被逮到了現場賭客 還非常的不配合 事發就在中秋假期 也就是17號深夜 這個職業賭場呢 是租用在高雄的大社區 一處鐵皮屋 那麼警方當場呢 是查獲了負責人 還有把風的 還有賭客共22人 那麼其中呢 還有76歲的阿貝 也是來加入這個賭博 那麼現場查扣了 賭資新台幣4萬元 麻將以及骰子等證物 那麼全案呢 訊厚將負責人呢 依賭博罪移送 那麼其餘的20名賭客 則是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財罰合計處18萬元罰還